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独自一人并地位着有罪 她被照例送到了一个单身配对酒店 来进行45天配对交友 交友成功 她将和新伴侣被重新送回城市一起生活 但期间配对失败 则她不得不被迫变成一个动物 而她选择变成了一只龙虾 但想要逃脱这种强制被配对的情感 也可以选择出逃成为孤游者的一天 每一个入住酒店的人不被允许在任何私人物品 她们不分男女都会赤身裸体地 等待着酒店给分配的同一着装 之后 铁钢开始了她寻找办理生活 她在酒店接收到了单身就意味着死亡的讯号 一个女人走在路上就很容易被性侵 而一个男人独自吃饭 也容易被男人顺气给约死 对 就是在奉行的单身是罪的条例下 铁钢在酒店遇见了一个爱流鼻血的女孩 一个冷酷的短发女 她也被硬邀成为瘸腿男和卷毛哥的好兄弟 在配对期间 唯一延长他们作为人生命的办法 就是他们被要求捕杀出逃到森林的孤游者 没打杀一个孤游者 他们的时间就能多维持一天 卷毛哥为了不变成动物 最后沦为被天敌除掉的悲惨命 她选择了故意宽宽用鼻子撞击撞悟 来以子和总会流鼻血女孩一样特质的人 所以他们成功配断 甚至一度成为酒店里进展最快的情侣 而所剩时间不多的铁钢 也不得不制造一个和别人相同的共同点 她才有配对成功的可能 因为酒店里配对成功的情侣 好像都是有某种相同的特质 这或许是让他们爱不下去 唯一能坚持下去的理由吧 所以铁钢将目标锁定在冷漠女的身上 她总会在冷漠女旁边说些冷酷的话 就像她看到有一人跳楼自杀未遂 她也会嗤之以鼻地说着 她怎么还不去死 别搅扰了我的午觉 她应该立刻去死 冷漠女渐渐嗅到了两者的同样冷酷的光同点 甚至在她一度在泳池假装溺水死亡时 铁钢的冷漠态度让两人成功地配对 但随着铁钢渐渐卸下的冷酷伪装露出了破绽 冷漠女为了测试她是否真的冷酷 就故意杀死了去年因为在酒店配对失败 被变成狗的哥哥 并声色并茂地向铁钢讲述 她哥哥能死前是怎么还好 铁钢终于憋不住了 失声痛哭起来 至此 她的伪装也终于被揭穿 就当冷漠女挟迫铁钢 准备去告知酒店经理解除两人婚约 而铁钢因此会变成最令人厌恶的动物时 铁钢新生一计 成功制服冷漠女后 逃到了森林里 成为了孤游者大军的一员 而孤游者也有他们的规矩 他们的规矩和城市酒店 必须成双成对的要求相反 他们被严令禁止于任何孤游者发生情感 详情的后果是被处以纯性 就是切断两个人的舌头 被迫让两人血肉模糊的结果 但好巧不巧的是 铁钢在这里遇到了和她有共同的 近视眼特质的翠花 在一次翠花成功的做了铁钢后 两人的心细就表露无遗了 但两人为不让别人发现 发明了一套专门用于两人沟通的手势 举起左手势 我好爱 想在你怀里睡 举起右手势 危险 有独神者来捕猎了 翠花会将两人相爱的一切 写成日记记录下来 结果却被固有者头领女发现 头领女这个命令铁钢 要尽快挖掘自己的坟墓 嘴边 她已给翠花治疗近视眼眉油 弄瞎了翠花的眼睛 头领女深知 对两个相爱的人来说 即使对他们处以纯性 还是抵挡不住两人爱的智力 所以她干脆切断了两人爱的相同特质 让双方在渐渐模糊的特质下 慢慢的消失对对方的好感 在铁钢知道翠花失明的事情之后的几天里 铁钢确实对翠花冷淡了许多 但当她一次次扪心自问时 她还是无法否定 她对翠花爱的是那么深深 所以即使是在翠花失明的状态下 她还是实施了两人准备已久的逃亡计划 她将头领女绑起来 升到了坟墓里 而她也和翠花选择在清晨逃离森林 中子情侣的身份走向城市 终于他们来到一家餐厅 铁钢在仔细地记住翠花的笑 翠花的脸蓬后走向了卫生间 拿起了一把刀 对自己的眼睛猛变地死去 影天到这里也慢慢地落下帷幕了 其实反乌头帮和黑色幽默 也一直贯穿全天 从人们机械地无法选择自己的情感 只是为了生存的长久性 而铁钢算是该片的突破点 她最后的举动 看似是为了和再次和翠花产生相似的共同点 实则则是她爱翠花的最诚挚的表现 该片的婚姻伴侣制度也显示了她的荒唐本质 假如世界真的是强制被要求去爱 去完成某些实力 那自诩为高级生物的人 活着还和其他没有生命情感体验的东西 有区别吗 爱情中两人的共同点是两人相处的开端 但一直一直没有情感 仅靠着共同点活下去 就有什么意义呢 我向往的世界是有爱的天地 不是丧失情感的城市化的火 好了 谢谢观看 我是小平方 这里是定义新姿势 欢迎跟你 就请听我说 填花跟我看